翻译、排骨、留学生 ID、Dialization 9月10日 日本著名商业周刊杂志东洋经济发表专辑文章 中日50领域的企业实力彻底对决 把中日50个领域做了对比 1. 创业企业 中国大大领先于日本 独角兽企业创立10年内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中国77家 美国124家 而日本只有一家 2006年成立的Preferred Networks主营大数据处理 并且中国量产独角兽企业 主要集中在深圳和北京 以及未来的开发新区 熊安 而中国的产业革新 大大领先于日本 从政策、技术、原材三个方面对比 2025年制造计划主要集中在10个领域 目标是2025年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 2035年成为世界制造业前几位的世界强国 2049年成为世界顶级的制造强国 为此2009年中国的研究开发支出已经超过日本 并且在高度人才方面有大量供应 中日企业的对比 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事实都是丰田汽车的两倍以上 专利申请中国企业也是世界第一 日本主要60家企业调查 40%的公司认为5到10年后 在自己的主要领域将被中国企业超越 具体几大领域比较 一、AI中国桥 AI方面 中国主要在图像和生业识别方面积极进取 特别注目的企业 科大讯飞 技术力量可以和本领培 上图又下小图 AI论文比较 中国是日本的七倍 但日本并非没有非常优秀的AI技术公司 日本的技术主要集中在图像识别方面 在工厂品质管理方面有很高的运用 只是由于日本对个人情报的保护非常严重 活用范围流限 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基本没有 而半导体日本强 目前日本企业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但日本半导体业的衰退不可避免 中国优秀的企业已经崛起 代表企业清华紫光 中国政府提出了到2020年 要让国产半导体总销售额达到一兆人民币 2025年国内使用的半导体75国产化的目标 这样的规模是遇免不可比的 技术方面 东支内存 只能领先两年的优势 显示屏中国桥 中国的京东坊 简称国1993年才设立的企业 以制造真空管为主 03年才开始制造液晶屏 而到了2017年占全世界大型电视液晶的20% 超过韩国LED成为世界第一 手机 小型液晶屏 也占到了世界第三位 目前有机LED的市场份额也在极次扩张中 从京东方的扩张 可以看出品行的中国速度 投资300亿人民币的巨大工厂 从开仙到月转只要18个月 破格的吸人人才 从三星挖来的技术开发部门 得高管年收入千万 也为公司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规模上日本肯定比不了 在技术上日本也已经不占优势 四 智能手机中国桥 世界手机商量排名 三星 苹果 华雷 欧德小米 而日本圈外 最高的索尼一年差量 只有456万台 当然 在零部件方面 日本依然发挥了极强的优势 比如索尼的摄像头技术 占到了全世界的40% 是世界第一 其他部件方面 日本企业也有很重要的发挥 从这点来说 日本企业在部件供应商 依然有一定的技术领先 5 电池 中国桥 本田汽车决定2019年 将采用新能源科技 的电池 作为电池汽车的主要能源 投放中国市场 2011年成立的Kartel 在2017年 就成为车载电池的最大公司 超过了松下 目前车载电池系 五名三名是中国企业 以新能源科技 而日本松下 三比亚迪 四沃特马 五韩国L计划学 六 空调不分胜负 2017年 格力的销售额为2.5兆日元 大金的销售额为2兆 虽然格力的销售额不光是空调 还有冰箱等白色家电 但格力和大金在空调方面 比金基本没有意义 格力空调主要是家用型 但在国外除了东南亚和中东 一部分基本没有存在感 大金在大型空调 以及海外有很强的优势 并且大金和格力也有技术方面提携 中小型空调有格力生产和开发 所以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基本各职盛场 七 自动驾驶技术中国桥 今年8月中旬 由开发的自动驾驶巴士 爱波龙开始进入12阶段 并且对世界推出了提供自动驾驶技术的阿波罗计划 美国的英特尔 德国的BMW 日本的本田等都有参与 但整体上 对于自动驾驶技术 日本企业非常慎重 参与度并不高 所以在这方面依然处于观望 八 新能源汽车 中国桥 2017年中国新车贩卖总量达到了2888万辆 连续九年世界第一 和第二位的美国1723万辆 第三位的日本523万辆有着巨大的量差 但从分类来看 还是主流的日美欧系引擎车为主 想在传统主流引擎车上超过日美欧企业的时间来看基本不可能 所以在新能源汽车上 中国想实现安道超车仍有困难 2017年发表的中国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计划 提出了2025年要成为汽车强国 培养出数家能进入世界前10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为此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 给予了极大的补助 一台汽车超过6万人民币的补贴和免费上牌等优惠措施 17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277万辆 接近世界新能源汽车的50% 其中90%都是国产品牌 但目前新能源汽车处于品牌乱立的状态 国产品牌过多 主要是BAT的投资企业 以及向上海未来汽车这样的独立系 主要靠内需发展 虽然很多企业计划今后也要想国外发展 但目前情况 主要是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能几近日美欧国家的汽车企业 还有待十日 九 机器人和工作机械 日本强 机器人业界基本还是日本的天下 中国企业在京都和南印度方面还很难赶上 虽然中国有最大的市场 工作机械的进口是世界第一 出口是世界第五 但从出口额来看 只是第二位日本的一半都不到 并且在高端方面 日本占据了出口95%的比例 中国的出口只有35%的高端工作机械 在这个领域基本上是四强企业 日本的发雷科和安川电机 德国的KK瑞士的ABB 这四家公司占了全世界大多数机器人和工作机械的市场份额 除此之外还有川崎重工 三菱电机 波二约等中间公司 日本占了绝对优势 但是六年美帝收购德国的KKK 使得这个势力圈发生了变化 日本企业非常景气 美帝是否会通过收购KKK进军机器人领域 不过从目前来看 美帝并没有大的举动 对KKK的经营也没有什么干涉 所以目前依然在这个领域日本是强势 十、网络平台中国强 在这个领域 中国有BAP 美国有Gather 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 而日本根本找不出能抗衡的企业 所以纯粹被吊打 面对通过网络平台实现的店铺 EC物流的各种新生事物 河马生鲜 共享专车 饿了吗? 日本只有光看的分 十一 技术金融中国桥 这个领域也同样如此 中国的在线支付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而日本还不到百分之二十 与其等日本出现这样的企业还不如指望支付宝进入日本 再引进与欧宝的代率更高 十二 动画 视频 视频 在日本高中生中间也很流行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其实是个中国软件 而像这样上传视频的软件在中国越来越多 说起动画 中国曾经号称盗版大国 依靠字幕组之类的民间爱好者不断宣传 翻译 像视频网站投放 才有了现在视频网站的繁荣 中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 由日本发祥在中国的B站 会员数已经达到了3800万人 日本只有76万会员 并且在秋艺园开设了摄影棚 开始制作自己的动画 当然 从动画来说 日本还是有压量性的优势 中国的动画目前虽然有了不少进步 但还不成细后 十三 高铁 日本墙 从规模来说 中国属于绝对的强势 中国的高铁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二 2.5万公里 30年计划扩张到3万公里 但从国际化上来说 日本并不输给中国 17年中国高铁总销售额 为1410亿人民币 海外销售只有191亿人民币 而日本高铁的销售额 相当于350亿人民币 其中海外销售比例为83% 而且某些技术中国还依赖日本 17年日本高铁向中国出口相当于30亿人民币 所以某种营业上中国高铁用得越多 日本高铁的技术也越被使用 并不是件坏事 14.原子能品牌中国桥 今年6月末 中国二期核电站 广东台山和浙江三门开始投入使用 是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站 虽然中国的商用核电站是从1994年才开始使用 比日本晚了25年 但数量已经超过日本 而且日本的核电站大部分都处于停运状态 从发电规模考虑中国是完全超过了日本 从今后建设预定来说也是远超日本 目前日本预定建设的只有一机 而且进度还不到10% 而中国框第三代核电站就有24机的建设预定 虽然如新安全技术和安全规定还是日本更精进 但中国在技术上超过日本式时间问题 这是日本的共识 而在海外市场 发展中国将由于价格问题不会考虑日本 都是中国和俄罗斯瓜分了 发达国家只有看英国的核电站建设计划 也有可能被中国拿到 15 造船中国巧 2009年中国就超过日本 2017年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造船大国 主要公司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并且如果两公司合并将超越韩国的现代重工 成为世界最大的造船企业 当然 在技术上日本还有自己的优势 但这个优势在越来越小 以往越送液化器的球形LNG船 只有日本和韩国能造其他发达国家 未必不能造 但基本尾图给日韩造船 但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突破 已经可以成功制造出了湘性LNG船 球形LNG船技术的掌握也是迟早的事情 石油与正开发中国桥 从1970年东方红一号上天 其实日本第一个卫星比中国早两个月 到现在已经将近50年 03年中国实现有人飞船上天 现在拥有自己的空间站 2022年开始正式运营 而日本还没实现这一步 虽然在技术上日本并不弱 但从规模和政府的参与度来说 远远落后于中国 17 无人机中国桥 中国大疆创新在无人机上 占有全世界70% 连日本市场都有78%的份额 而在这方面 日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产品和公司 在无人机的使用方面也很有很多限制 所以基本没有公司积极的进行开发 18 医疗机器日本墙 2017年中国医疗机器市场 为213.5亿美元 在中国制造 2025计划里也有医疗机器的发展计划 但目前中国市场对中国企业的信赖度还有待提高 这方面日本最大企业是奥林帕斯 那是近有全世界70%的市场份额 而第二位的泰尔茂和威高集团核瓷成立公司 也在中国积极的开展业务 19 医药品日本墙 从医药的市场规模来看 中国是世界第二位 但90%都是仿制药Generic drug 也就是说中国自己的研发药品能力很低 中国最大的制药公司 华为医药集团的销售额 只是日本武田制药的四分之一 从市场规模来说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中国的对策是积极从海外引入人才 每人给100万人民币 吸引海外博士回国的千人计划 里就有不少在海外研究机构的研究者 回国创业 2025计划里生物制药方面 也是重点发展对象 新生制药企业吸引了很多风投资金 此外 中国还积极吸引国外制药巨头 在中国设定研究室 提高中国的整体研究能力 其中成长非常显著的是江苏恒瑞医药 2017年销售额135亿人民币 营业利益37亿人民币 每年成长超过20% 此外还有隔离生物科技和栽定医疗等 都是非常有希望的医疗企业 20 钢铁日本强 中国的资钢产量是全世界的50% 日本的8倍 从规模上来说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高级钢材的技术上日本技术领先 由于日本的钢铁公司和汽车厂商协作得很好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设计和制造高级钢材 这不是只要有先进的设备就能有先进的技术的 目前中国正在削减过剩产能 中国企业在经历或这次产能削减之后活下来的企业将会更强 假以时日也会像高级钢材方面前进 再规模的效应像日本的技术也不会永远领先 按照新月铁董事长的话 我能感到背后中国企业的呼吸 其余领域 中国强的有 21 电饭包虽然来日本的中国人都会买日本电饭包 但美体是最大手 全世界26%的市场份额 22 电视世界份额中国26% 日本18% 23 啤酒中国的华润啤酒世界第三 日本的朝日啤酒世界第七 第八为中国倾倒 第十为日本倾零 24 送电从规模上来说不用说了 但中国有世界唯一的商业用超高压送电网 所以不能只说规模 25 石油不用多说 中国是日本的四倍消费量 二十流 太阳电池 中国最大手金颗率 能出货量 是日本最大手金磁的十倍 全世界前三位都是中国企业 二十七 手机契约数 日本7637万对中国酒银1230万 二十八 SNS 日本LINE7500W用户 中国十亿四千万用户 不过从人口比例来说倒是差不多 二十九 韩日日本1625图对中国3035图从搬运能力来比 三十 空运日本894亿人公里对中国2306亿人公里 三十一 生命保险 日本5兆4220亿日元 对中国86522亿日元 日本生命集团和中国人受保险的收入对比 三十二 银行日本304兆日元 对中国443兆日元 30off集团和中国爱存不存银行 三十三 习一级从市场占有率来说 海尔世界百分之二十一第一 美地百分之十六点五世界第三 日本不在前五 三十四 卡车 中国东风汽车 二十六点二万辆世界第二 日本日夜汽车 十一点七万辆世界 第十一 三十五 化学 三零十七年度三兆 七千二百四十四亿日元 中式化七兆 三千九百七十八亿日元 日本长得有三十七 汽车风天年产一千零三十八万辆 上汽年产六百九十一万辆 三十八 摩托车 半天年产一千九百五十五万辆 大长江年产二百二十三万辆 三十九 建设机械小松年销售额两兆 五千零一十一亿日元 三一中供六千四百七十九亿日元 四十 玻璃日本YGC年销售额一兆四千六百三十五亿日元 福耀集团三千一百六十二亿日元 四十一 碳塑纤维 日本动力 2W9100多二 中国声音五千多二 四十二 指 日本王子一兆四千四百零二亿日元 世界第四 九龙职业五千二百五十六亿 世界第十七位 四十三 制尿布花王占中国市场的百分之十一 恒安国际占中国市场的百分之五 四十四 成一 优衣库一兆八千六百一十九亿日元 海蓝之家三千零七十五亿日元 成为一品牌中国很一般 四十五 数码相机 基本全是日本的 中国没有 四十六 电子布品 日本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八 四十七 手表 基本被瑞士和日本品牌刮分 四十八 化妆品资深藏世界第六 中国品牌二十名开案 四十九 厕所用具基本是偷偷独占 五十 轮胎世界第一的普利斯通百分之十四的市场份额 中国中策百分之二十界定时 最终结果 日本二十一胜 中国二十八胜 一平 当然 这个比较只是日本这本大致 自己选出的五十个领域 未必让所有人都能看清中日制造业都有哪些差距 但就从这个比较来看 同时制造业国家 日本从来没有经视过 优胜练士看得很清楚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